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我是宝根 大家知道怎麽樣挑選烏浴池嗎 怎麽樣選才是一塊好的烏浴池呢 沒關系 我們今天來到雲寧口湖鄉 特等奖的乌鱼籽业者这边 来教大家怎么挑一块好的乌鱼籽 乌鱼籽就是从乌鱼的软 乌鱼的软一面取出来 然后再进入加工入萨所收成的 叫乌鱼籽 野生跟养殖的话 我们先看养殖了 养殖的乌鱼籽的话 颜色上面它会比较偏向 黄黄色或是金黄色 然后它的表面比较光滑 不会有那个绿绿的胆似 因为它在渔船的捕捉过程中 它是进去丸子里面 然后它紧张是乌鱼籽的胆似 所以这个头一般就是乌鱼籽之类的 野生的话吃起来会有一种淡淡的 那种海的轻小 那养殖的部分它就是因为 它养殖的东西 它就是这样的较高的 玉子一般我们要挑的话 上面就是你要两只脚要大小 你尽量起一点的胸 会比较好看 然后再来是颜色上面 它会比较配像橘黄色 或者是金黄色这样子的颜色上 那如果是颜色上面有比较深一点的话 我们会建议就是自己吃啦 因为消费者可能看到那个颜色上面 比较不习惯 我觉得的话大概晒的过程中 要9到15年我们才会熟成它 那熟成之后我们会看到它的干硬度的部分 像手指压不下去的话 这样子的位置就是熟成度比较足啊 所以吃起来会比较Q 然后比较黏黏 会比较香 收到物浴纸之后就放冷藏 把盒子拿起来放冷藏 大概可以放个过年前的啊 基本上大概三个月左右 那三个月过后你就要进去冷冻 冷冻的话你可以外面包一層那个box 镜空袋子不要拆 然后包一个box之后放冷冻 放个一年后 都会干净 如果你是用香烤的 那干煎的话 可能就是你回家把物资打开啦 要湿抹不湿抹是在于每个人吃的部分啦 那像我们自己在吃的过程中 我们没有湿抹 就是打开来之后 表面你上一层酒 明酒不可以或高氧酒 明酒嘛 你上一层明酒之后 等油锅热了 油不用太多 大概一匙再多一点点的油锅子等油 然后让它热到一点点冒烟的状态下 油锅子再下去 油锅子下去之后大概放一个 上左右两边大概三次左右 表面有焦焦的气泡 这样就可以吃了 我fillesi City的酸梧 没关系 我们有一口吃乌鱼子 我们的一口吃不需要料理都不用烤 買回家就可以吃 你想吃隨時都在 我一直很美味 就在這 上